国光剧团这么多年以来 创了很多的新编金剧 让观众细腻看得很过瘾 也有一些年轻的观众 非常喜欢开始接触金剧 我们之前也有一出非常经典的 叫做《金锁记》 《金锁记》 我浑身掺 好似他扑魂维花 飘尽牙关在金转 飘尽牙 祖师孤明 老师 我说实话 当年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自己倒抽一口气 然后我看到旁边的观众也是这样 吓到 其实它跟传统的京剧的结尾 其实是不太一样 传统京剧不是这么演的 首先是在小说文本也不是这么演的 说母亲在女儿十四岁的时候 给她缠组 也就两句话带过 这个就是我们在追求一个所谓文学文本 到舞台文学意向的这个转换过程里面 的一种选拽 小说文本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走情节 曹其巧一会儿到学校里面 让她跟同学之间说有人偷了东西 一会儿又到学校里面的办公室去闹 就是使得她女儿觉得 在学校的公开场域里面颜面尽扫 而不能够再敢走出这个门 其实她想方设法里面都只有一个意图 是复制一个跟她一样不圆满的人生 对待她的女儿 那因此我们当时本来也试着这样写过 可是在舞台上的行报 你就会看到非常家常里短的事情 今天讲 对细菌能量没有一种蓄积跟爆发力 后来索性我们找到了说人生复制 曹其巧本身是缠足穿大鞋 小脚穿大鞋已经注定人生 是在这种锥形的脚里面 走得摇摇晃晃 颠颠致致的 她又复制一个女儿跟她一样的人生 竟然在十四岁 所以我们抓住了这样的基础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把它扩大为戏剧的元素跟形式 做成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很惊悚 张力很强 很大 是内在张力 而并不是外在多么的喧闹 那最后面你说 儿子说我去看戏其实是淘家 那我们就用一个折射往返的 看什么戏呢 看舞台上演的这些 亲情关系的伦理剧 孩子啊 作为她整个的哀嚎声的底衬 如果那个圆形 啊啊啊啊啊 狠心的 妈妈你啊 也就点缀在那地方 纳然而止 妈妈在那里 像绣花一样的缠着女儿的足 是内在惊悚 老师其实在看完那场戏的时候啊 说实话我觉得金索的戏里面 让我真的真心的觉得最惊悚的就是这一段 老师你那时候是怎么去诠释这一个 曹七桥又可恶 可是又好可怜 可是又好可怕的人 哎呀 其实真的 我也是没这个经验呢 其实要说在金剧里面大概从来没有这样子的题材 也没有这样的演法 你说有哪个戏在台上还能打麻将的吗 不可能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作品 但是呢 你说它是像话剧一样那么平淡无奇呢 它也不是 因为它有我们金剧的这种唱念做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它增加了它整个在场面上的一种 所谓的戏曲语言 它是很强烈的 那我自己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呢 真的那两个月是每天都是草气桥 这个有点神来之彼 就是我到后来去找那个抽屉里面 找到一个这个烟枪 烟馆 要怎么样的才能打碎它的脚骨 那么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真的就是草气桥了 我并没有想到别的 我真的就想到说 我的女儿 我要怎么才能够让她听话呢 怎么才能够把她这个脚裹起来呢 哎呦 那样子裹也不行 这么裹也不行 哎 我一定要把她这个腿骨啊 打软了 我才能够缠足嘛 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说 其实我们人性是最不可理喻的了 就是当你去想到这件事情 一定是怎么样的时候 如果你一个脑子一直往那个牛角尖去钻的时候 你真的就变成是那样的人 就进入了那个演员 就是进入了曹气桥的内在了 是 所以我在演这个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进入它的内在 我就想 我要怎么样把它才能够缠起来啊 我们根本没想到别的 那为什么要缠起来呢 就是因为我不要它离开我的家呀 它离开我的家 它就会花钱啊 是不是 就是很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些问题 我就做这些问题 当我们演员越去 这个 沉浸在这个剧情的结果 或者说去沉浸在 如何的去同情这个角色 其实你的角色就注定失败了 你要随着剧情 对 随着它怎么发展 对 所以在近几年来 我所演的 不管是新戏也好 老戏也好 其实我都遵循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理解的方式 一个诠释的方式 好像刚刚小平讲的 像洋葱一样 对 你是播出来的 它是有层次的 而不是说 好像我们去看一出戏 就是看它的表演 不看戏 只是看唱念作答的表演 就过瘾了 我觉得现在的观众 已经不能够这样了 对 我们必须要给它更多的东西 这有您的个人风格了 每一出戏里面 魏海敏演起来就是这样子 是 就一定是以角色为主的 是 我很好奇 当年呢 其实我在台湾看了一次金锁记 我后来又到了上海 世博的时候 又再来看一次金锁记 两岸的观众 其实对于金锁记的反应不太一样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大陆 他们大陆的观众看金锁记 之后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回馈呢 我想这个要小平讲会比较清楚 不过就我在台上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在台湾的观众非常安静 然后有效的地方 老师你没有听到我们这样 倒抽一口气吗 我是听不到的 但是我知道观众的那个 整场的能量是非常的集中的 我们很紧绷 很凝聚的 你知道吗 对 那么在大陆演出呢 就会有的时候会有点闪神 他们闪神 譬如说手机响的时候 譬如说 这个外面那个 这个门突然开打开了 对 然后还经常打开 对 那么你们是看不到 就是观众是看不到的 迟到的观众 但是我才 后头走进来 那么我们演员在台上 是看到那个门 一直在开啊关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那个照相机的那个红灯啊 一直在此起彼落 再怎么样讲 叫他们不照相 我懂 都不行 这是我在台上的一个感觉 在那么一个一路排练 累积到那几天的入神 对 它有一个很难抽离的 这种过程 你看这是高度专注下 塑造出来 真是其他戏都没有 没有的 只有从来没有的 王熙凤都没有 都没有 是的